健康固然是很重要 但是对一名公众人物来说 他的言行举止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公众人物就是外界的榜样 一旦你做了错误的示范 丢掉光环是事小 引导别人犯错才是大问题了 没错没错 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一则故事的主角 就是个反面教材 主角就是美国家喻户晓的足球女运动员 艾比瓦姆巴赫 是 艾比瓦姆巴赫 这个名字对我国的观众来说 可能是比较陌生 因为我们向来是比较关注 男子足球赛 打一个比喻 瓦姆巴赫他在世界女子足坛的地位 就相等于阿根廷球星梅西 他在世界男子足坛的地位 这么说大家就应该比较有个概念 如果以江湖地位来说 这个座比较是没有错 但是如果以球员的荣誉来说 瓦姆巴赫绝对比梅西更厉害 你看梅西没有拿过世界杯 瓦姆巴赫拿过 梅西只拿过一枚奥运金牌 瓦姆巴赫拿了两次 是 不过很可惜的 瓦姆巴赫他在去年底退役之后 今年就爆出了丑闻 他在刚过的星期六 因为醉酒驾驶 结果被警方逮捕了 而这么一捕就牵扯出了 他吸食可卡因 还有大麻的恶习 一个原本是全美国人 都很敬仰的英雄 很可能就是千年到新 一招丧了 他不是技术最好 速度最快的前锋 但是他有过人的门前嗅瘸 还有比任何人都要勤勉的 球风 他在球场上总是不知疲倦地奔跑 那一记强力投锤 曾经攻破了不计其数的球门 这就是美国女子足球队传奇人物 艾比瓦姆巴赫 2015年 由瓦姆巴赫领军的美国国家队 大热捧起了世界杯 瓦姆巴赫的一番话震动了全美国 也让他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就在这个时候 35岁的他选择急流勇退 它是永远很简单 你永远想要走上升 你永远想要有这种战略的结果 我希望这就是它 不只是我 但这整个群人 这些人们 这些人们的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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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找到更多 谁我身 任谁也没想到 退役还不到四个月的瓦姆巴赫 就从天堂坠入了房间 上个星期六 美国警方在波特兰 逮捕了最久驾驶的瓦姆巴赫 他还承认 自己有吸食荷卡因和大麻的前科 瓦姆巴赫 已经否认有罪 吸食毒品也是十年前的事 并且已经保释外出 美国法院暂定在4月26号 审理这起案件 这位美国史上最伟大的女足球员 会面对怎样的后果 很快自由分枪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